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永远不会冤枉一个球员 拉塞尔之思的外号是什么 水拉 这外号起的就他们俩智 地道 胡人五打八有没有机会赢球 很难但确实有机会 但是因为拉塞尔的卧底表现 胡人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溜走了 灰熊队今天的防守就俩策略 疯狂夹击龙梅和詹姆斯 放其他球员得分 结果你看看人家巴春泰军 十二投七中拿了二十分 范德彪五投三中拿了八分 小李也拿了十二分 唯独你水拉 十一投二中拿了五分 有人防水拉吧 根本没有 基本上都是一对包 换个娘们上去都能搞里头 结果拉塞尔跟那帮帮打铁 关键的第四节还跟那刷失误 如果不是他的卧底表现 最后五分钟 胡人一直都 胡人一直有机会追上灰熊 他妈太垃圾了 连威斯布鲁克都不如啊 人家威少的外号是神规 说明人家偶尔会有神奇发挥 而这个水拉 你一看这个外号就知道 他是河上的坤把 屌用没有 跟灰熊的第一场 他打的就不怎么样 十七投只有七中 这一场更是变本加厉 还有那个麻瓜教练 那是用定眼看比赛 水拉这个表现 他只没有资格打三十多分钟的 就算你跟沃克有仨夫之仇 实在不想用他 那你用比斯利啊 今天的比斯利四投两中拿了七分 效率完全可以 结果你只给了他十二分钟 不知道那麻瓜脑子是怎么想的 但无论如何 水拉这名球员绝对不能许约 底心都不能要 算上这一回 水拉生涯合计打了三回季后赛 命中率比神规都更差 在狼王打了五场 命中率35.9% 在森林郎打了六场 命中率33.3% 在胡人目前打了两场 命中率32% 属实骇人听闻 而且他还没有神规的拼劲 修赛希能签换的尽量签换 不能签换的 让他搜索扑盖卷自己滚蛋 一分钱都不能花在这种人身上